教宗與陳日君書姬一起捐月餅 贈在囚人士 大家好 歡迎收看鹽宇光電視教會透視節目 我是梁樂燕 9月11日 教宗放制各主持週三公開接見活動時 提醒我們是教會的一員 教會信仰內生育我們 就如母親生育她的子女一樣 教宗說 我們成為教會的一員 不是外表上的形式 不是領取身份證 我們成為教會的一員 是內在與有關生命的行為 屬於教會不同於屬於一個社會 一個黨派或其他組織 我們與教會的關係 如同與自己的母親一樣 因為教會確實是基督徒的母親 教宗信問廣場上的人 你們中有多少人記得自己的領洗日期呢? 教宗說領洗日期是持母教會生育我們的日期 並指示我們要仔細尋找領洗的日期 要好好慶祝 為這一個恩寵感謝上主 中國香港教區榮優主教陳日君書基 邀請教宗方濟閣 一起在中秋節為在囚人士送上月餅 早前陳書基向天雅社表示 眾所周知教宗在亞根廷當主教時 已經常為約勢社群發聲 並且非常關心在囚人士 於是陳書基自咸教宗 邀請他象徵性捐出相等於一個月餅的價錢 2歐元即2.6美元 並請他在卡片上簽名送給教友 教宗很快答應 還捐了不止一個月餅 亦寄回簽名的卡片 背面以意大利文寫著 我樂意參加愛心捐月餅善舉 在天堂門口耶穌會認出我們 中秋節快樂 我祝福你們 平均每兩個星期到赤柱監獄探望囚 有一次的陳書基說 這一個是天堂的通行證 他相信教宗的支持 能夠有助鼓勵其他人熱心捐助 以為麻風病人服務了13年的杜納德神父 專程來到多倫多分享他的經驗 並邀請各位為麻風病人祈禱 以下是杜納德神父的分享 我的服務隊長都是一些人 幾年前他們有信任麻風病 大部分人習慣叫麻風病人 對我們來說 我們不想叫這樣的說法 為甚麼 因為第一個 他們正式已經康復了 所以意思是他們吃了藥之後 沒有自己的細菌 但是這個就是你用這個名字 用這個病的名字 表達一個人 他的本身那種 identity就不對 所以你不可以說麻風病人 最好你叫他人 或者看伏者 這樣 好一點 所以我隊長是他們的人 那邊我們開始做一個護理的服務 然後我們就幫助他們製造鞋 製造鞋子 製造鞋子 這樣 所以我們建立一個 西西的工廠 又運送自己的鞋子 製造鞋子 我的文化不同 我自己的背景都不一樣 所以有時候真的很難了解他們 所以為多了解他們的生活方式 所以我和我一起服務的人 都會和他們一起住的 一起過生活 所以我們不會壞他們的服務 我們會和他們一起服務 我自己呢 我自己真的感受 最近要你的祈禱 因為這港錢肯定我們需要 不過這不是我們最大的需要 我們最大的需要 我們最大的需要 一個三類別的支持 信仰上的支持 所以你的祈禱 真的支持我們 能夠可以看得到 每個人的需要 跟耶穌看祂的需要一樣 如果不可以 你給我錢 真的沒有用 沒有用 所以我估計 最重要 你們的為我們啟動 教會透視報道完畢 中秋節快樂 再會